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乔社新闻 我是黄金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到加拿大 一块来参与文革华台嘉文化协会 在台嘉文化中心首度举办的台湾童玩节活动 这次的活动受到当地乔包的重视 因为现场20多个摊位的内容呈现 包括有逃敌 扯铃 踢剑子 玩弹珠等活动 不但勾起乔包小时候在故乡的时光 也让从小生长在海外的华语青年 有机会了解家乡的童玩文化 走进台嘉文化中心 处处可见传统的童玩及小玩意儿 让人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这是温哥华台嘉文化协会 首度举办的台湾童玩节活动 活动当天许多父母带着小孩 祖父母牵着孙子一起来寻宝 不管是应有连续剧角色的昂阿彪 还是小时候在学校必玩的陀螺 踢剑子 扯铃 应有尽有 在海外出生的华裔青少年 或许不见得看过这些传统童玩 但是透过父母和长辈的讲解 大家一起练习 一起游戏 无形间也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孩子 平常比较少彼此的互动 大家都在家里玩电脑游戏 那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自己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有趣的传统的童玩 也不需要什么花钱去买 就可能把家里的废物 妈妈做的 做衣服剩下的布边 然后缝起来 里面装米 然后就变成沙包 类似这样 有时候剪石头也可以玩 所以就想说 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 很简便的 很有趣的这些童玩 介绍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特别是说来到海外居住的 可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童玩 那另外呢 让老一辈的人 也回味一下大家小时候的那些趣味 温哥华侨教中心筹备处主任杨修伟 及副主任黄丽轩 专程出席同乐 台家文化协会执行长陈慧中 也亲自教杨主任打陀螺 专研折纸艺术多年的周元英老师 则亲切地教大家 如何用环保阅历 做材料 玩折纸 陶迪家族大家长张旭辉 也在现场教学 琳琅满目的童玩摊位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大朋友们则回想起台湾早期的生活点滴 主办单位也在现场设置零食摊 贩售香喷喷的爆米花 以及造型酷炫的花朵棉花糖 另外还有免费的中医健康咨询服务 我觉得台湾文化很用心的准备来真的是勾起我们很多回忆 有些时候的玩具可能到现在以前玩的都有点不太记得 它的玩的过程 它的方式 然后更何况小孩子更是没有看到 以前的我们玩过的这些 可能我们的童年吧 让他们一起分享 是蛮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感觉好像大人比小孩兴奋一些 打蛋猪吧 小时候比较常玩 然后还有什么 象棋那些哦 对啊 象棋 巫子棋啊 小时候 国小 闭闻 然后刚还学了一个丢杂包 没有玩过 童玩节当天 屋外虽然下着雨 但屋内却是下身暖雨 台湾古早童玩 让孩子们体验到3C产品外的游戏乐趣 台家文化协会用心传承台湾文化 也希望帮亲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 搭起海外华裔子弟与故乡的桥梁 台湾宏干电视李中恩 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道